10月宣布將會和圈外男友拉近天窗的石原聰美 很多人都猜他會不會在生日 即是平安夜當日結婚 不過聽到石原說自己怎樣慶祝生日時 相信他應該不會選這天結婚 當時期的年齡幾乎都猜的年齡在一起 我時期的年齡都猜 chim在一起 年齡都猜不見 開口都會不會你年齡的日 還有 當時是 當時有個小課的時候 平時喜歡自己下廚的石原蔥味 就說如果吃火鍋的話 就想有人煮給他 兼夾給他 不知道是不是暗示給他的未婚婦聽呢 六歲からの幼馴人がい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親友の実家に行って 親友達と一緒に そこの実家飯を食べるっていう 毎年鍋でレモン鍋やったり キムチ鍋やったり いっぱい色んな鍋毎年やってますね 2種類ぐらい作って トムヤムクもやったり 普通の水炊き家もやりますけど 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を毎年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雖然石原蔥味即將嫁作人妻 でも他並不會放棄自己的演藝事業 而且還會挑戰相對比較成熟的繼母角色